你知足吧 我这就叫你命归九全 庞元帅 你这是干什么 不干什么 世皇大夫他想杀我 庞元帅 这不是在你的魏国 这是在楚国 我这是为楚王效力 楚王让我监督他写兵法 他不写 我是警告他 我不是不写 我是不给你写 给我写 给楚王写都一样 不一样 我给楚王写是屡行诺言 给你写是助纣为虐 说得好 好极了 你说什么我不在乎 不过你写的孙子兵法必须经过我来鉴别真伪 好好好 闹得好 寡人就是要让他们这么闹下去 闹到最后 庞娟就得不到孙子兵法了 到了 以微臣所见 现在就应该立刻把庞娟打发走 把他打发走 何人能够鉴别孙子兵法的真伪呢 对孙兵说 等兵法全部写完 再让庞娟来鉴别真伪 有庞娟作对 孙兵不敢以假作真 你的想法和寡人的完全一样 怎么 想赶我走了 庞娟帅 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们并不是想赶你走 你不走 孙兵就不写兵法 等他写完兵法 你再回来 鉴别兵法的真伪 这是你的主意 还是孙兵的主意 是寡君的主意 孙兵写完兵法 楚王打算放他走吗 不放 他写的兵法不知是真是假 怎么能放他走呢 如果知道真伪呢 不论是真是假 都不能放 如果放他回去 岂不是放虎归山吗 这我就放心了 那元帅什么时候离开 后天 好 我这就去禀告寡君 请寡君设盛宴 欢送元帅 不必了 我还要来的 下次吧 啊 可以进来吗 进来吧 只要不是在我写兵法的时候 孙兄 我是来告别的 怎么不见得我写兵法了 其实根本用不着我来监督你 你是个讲信义的人 你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去办的 那可不一定 这得看在何时何地对何人 这么说 你不打算对楚王履行诺言了 我没这么说 我听始皇大夫说 你即使写出兵法 楚王也不打算放你走 他说不能放虎归山 我太佩服你了 假话说的跟真的似的 我知道 我在你眼里很卑鄙 你一辈子也不会相信我 其实我们以前不是这样的 在鬼谷同窗的时候 别提鬼谷同窗的事 你不配 是 我不配 我之所以不配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忌妒 比我有才能的人 我忌妒 比我地位高的人 我忌妒比我幸运的人 我忌妒我得不到的东西 别人能得到 我也忌妒 忌妒是我忘记了同窗之情 让我们兄弟 反目为仇 忌妒是我做了对不住你的事 也是我变成 天下最卑鄙的人 我知道 你可能以为我是伪装的 这也难怪 我曾陷你于死地 让孙兄你 永远对我失去了信任 可是今天 我绝不是伪装的 我之所以痛恨自己 不是因为悔过 还是因为嫉妒 我嫉妒楚王 他将要得到 我所得不到的孙子兵法 这句话是真的 所以 我想帮你逃出楚国 我得不到的东西 楚王也没想得到 我逃出楚国 回到齐国 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孙兄 我只说帮你逃出楚国 并没有说让你回到齐国 那我去哪儿 魏国 才出狼窝又如虎坑 还不如不逃 孙兄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我是说 魏国 韩国 赵国 燕国 秦国 这几个国家你都可以去 就是不能回齐国 如果你答应我的条件 我可以帮你逃出楚国 只有这一个条件吗 是 还有一个 给我一套 孙子兵法 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 不错 这不可能 用一条兵法换一条命 你应该答应 如果你像楚王那样得到兵法之后又不放过我 那该怎么办 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不相信你的誓言 你说该怎么办 你帮我脱离险地之后 我指的不光是楚国还有你们魏国 我再给你兵法 好 就这么说定了 等等 你还有什么要求 我想知道你如何帮我逃走 要求不过分 我可以先告诉你 楚王让我先回去 等你写完兵法再来 我走之后 你对楚王说 孙子兵法乃兵胜之作 不能在宣华都市书写 要找一条类似鬼谷的山谷 否则就是玷汕圣灵 玷汕圣灵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楚人向来相信鬼神 你如此之说楚王肯定相信 然后你再说 在楚威边境有这样一条山谷 楚王绝对不会怀疑其中有诈 因为我是你的死敌 你不会逃往魏国 你到达山谷之后 我率军队突袭山谷 把你救出楚国 你看如何 怎么 你还不相信我 怎么说呢 我逃离了楚国 又落入你的掌握之中 那你说怎么办 我也没什么好办法 你没有办法就该听我的 那到达山谷以后 怎么跟你联系 我派人与你联系 危险与机遇同在 我绝不实验 那我就再冒一次险 都说唐娟有六六三十六个心眼 以寡人所见也不过如此 寡人略施小技 就把他给打发走了 是黄大夫 催促孙命 尽快地写出兵法 遵命 好 孙先生 啊 孙先生 兵法写得怎么样了 很没写呢 孙先生 你不是开玩笑吧 真的 不开玩笑 孙先生 你既然答应了寡君 就不应该出尔反尔啊 石黄大夫 我没有出尔反尔 这支兵法不能再喧嚣的都市写 孙兵 你可别在我这儿 玩弄诡计啊 石黄大夫 你不要误会 等你鬼谷传授给我兵法的时候 一再地告诫我 兵法乃兵圣孙武所作 传授兵法不可在喧嚣的都市 一定要在幽静的山谷 否则就是对圣灵的玷污 玷污了圣灵 无论是持兵法者还是写兵法者 都将受到上天的惩罚 所以我为大王写兵法 一定要找一条幽静的山谷 你怎么不早说呀 龚娟在我不能说 他要知道了会多有不测 说的也是啊 出国有的是山谷 到时我为你寻找一处 然后送你过去 可以 只是不是任何一条山谷都适合书写兵法 那山谷一定要有灵气仙气 否则兵法就会失去神灵的保护 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找到 那好 只要大王不急于看到兵法 你就慢慢的找吧 你是说我找不到 不 你能找到 不过得多花些时间 当年鬼谷先生找到鬼谷的时候 花了数年的时间 如果你要找到一个类似鬼谷这样地方的山谷 恐怕也得数年的时间 那不行不行 我们不能用这么长的时间 要是大王急于看到兵法的话 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危险太大 你的意思是 那年我去魏国 在楚卫边境曾经路过一条山谷 集似鬼谷 在那输写兵法是最为合适的 只是那里距离魏国边境太近 如庞娟知道了 会加害于我 那你不用担心 大王可以派军队保护你 派出军队 等于把我的踪迹告诉庞娟 他若请魏国之军 那将该如何是好 大王可以请楚国之军保护你 小小的山谷 岂能容得下这么多军队 即便容得下这些军队吃什么喝什么 可以派人送去 孙子兵法说 动用军队十万 越境千里作战 各种费用日耗千金 大王屯重兵于边境布毛山谷之中 虽不比越境千里作战 但没耗费也不下五百金 兵法非数日能写救 大王要消耗多少个五百金 这还在其次 若他国承虚而入 那该如何是好 那 那你说该怎么办 你回去禀告大王 让大王反复分析利弊 让他做决断吧 大王 以微臣所见 还是另选一条山谷的好 夜长梦多 寡人想早些得到兵法 可是 若到了楚卫边境 万一走漏了风声 庞娟肯定会劫持孙斌 庞娟并不可怕 寡人派五千金兵 埋伏于山谷 再派一些奸细进入魏国 一旦庞娟有风吹草动 就可以立即保护孙斌撤出山谷 寡人担心的是孙斌 他说楚卫之间有一条山谷 是否有诈 大王 微臣也考虑再三 孙斌不会有诈 庞娟是他的死敌 若他去了楚卫边境 对他不利 若去楚齐或楚寒边境 那倒反而是有诈了 好 世皇大夫 你拿寡人的兵符 调五千金兵 保护孙斌 是 到兵社 不要把寡人的计策告诉孙斌 微臣明白 大王是想再试他一试 对 好 好 好 孙先生 瓜俊已经答应进入楚卫边境的山谷了 有军队保护吗 有 可是不多 那不行 庞娟让率军袭击 我命休矣 孙先生尽可放心 此次秘密行动 我们不可能让他知道 那也太难了 庞娟对我恨之入骨 他会通过各种途径打听我的去向 那你的意思是 如果楚王不能保证我的性命 不 我就不去楚卫边境 这样吧 我请寡君派五千金兵 藏服于山谷 再多派奸细进入魏国 庞君一旦有风吹草动 立刻保护先生撤出山谷 你看怎么样 这倒是个稳妥之策 既然计策可行 那我们明天就前往边境吧 明天太急了吧 你还没向楚王禀报要派五千金兵保护我呢 孙先生 军队早就准备好喽 你是在试探我 这不是我的主意 这是寡君的主意 楚王也太不相信人了 我若有诈我会去虎口冒险吗 算了 边境我不去了 孙先生 你另找一个上谷吧 孙先生 不要赌气 寡君定下的事 你我都难以改变 那好吧 不过 你得帮我办一件事 什么事 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效力 此事 尤其难以期止 什么事很难办吗 难办到不难办 只是 真不好意思 请你帮我找个人 孙先生 是不是女人呢 是 这有什么难以启齿的 男人好色 人知长情嘛 好吧 好吧 我这就给你找去 你等等 你别着急 我不是随便找一个女人 我要找上次来过的那个 一夜风流 终生难忘 谈不上终生难忘 只是 这样吧 他叫什么 不知道 他住在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 这你让我上何处去找呢 我倒有个主意 跟我走 跟我走 什么事 有人欺负我 又是你惹人家了 你去不去 走不去 我忙着呢 有人欺负我 你不管了 有人欺负我 你不管 我不去 这日子没发过了 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你去不去 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有人欺负我 你都不管 你 你闭嘴 他已经惹事 大嫂 有人欺负我 他也不管 谁欺负你了 有个高个子男人 欺负我 他不管 你去看看 还是个男人吧 听着 听着 诸位 我再给大家念一遍 有认识此女者 请告知住在兵舍的孙先生 赏金一两 一两黄金 那可是黄金 是他吗 就是他 给这位大嫂赔礼道歉 你是他什么人 这你别管 给这位大嫂赔礼道歉 要不就不客气 这位小兄弟小不小样的 脾气倒不小 怎么 这位小兄弟 也喜欢上画上这位姑娘了 这位大嫂赔礼道歉 这位大嫂赔礼道歉 不起来还打你 给这位大嫂赔礼道歉 大嫂 我 我不该 说这画上的姑娘比你漂亮 我也不该惹你生气 画上的女人什么东西 千人看万人摸的 一看就是糟糕 这位大嫂赔礼道歉 这位大嫂赔礼道歉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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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着这个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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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 这不是为了找你吗 有你这种找法的吗 千人看万人摸 让我丢弃了人 朱莉姑娘 实在对不起 我明天就走 急着找你 一时我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所以 一走你都好了 找我干什么 这位姑娘的脾气可真够大的 这就是我要找的那位姑娘 我说呢 好像在何处见过 这画像一挂出去 人就到了 是 好了 不打扰你的好事了 孙先生 明天上路 千万记住戴上那只放竹简的箱子 好 我就是忘了戴脑袋 也不会忘了那箱子 好 朱莉姑娘 说吧 说吧 找我何事 我们在里屋说吧 你怎么知道我会帮你 你没逆我朋友一场 我想你不会见死不救的 你不够朋友 朱莉姑娘 朱莉姑娘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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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莉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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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当过 我没有觉得你们看错 除王不会掉以轻心 还拍百事人来保护孙命 你再去珊谷 想办法找到孙命 看谨挤军 看名楚军的人数与位置 是 朱莉姑娘 你必行 秘密开往边境 是 西门将军 在 你带兵秘密封锁边境 只准进 不准出 是 孙先生 刚才你已经看到了 我的军队完全按照你的要求秘密布防 你该安心的写兵法了吧 好 明天就行 孙先生 别等到明天了 现在就可以动笔了 这要什么急 又不差这半天 孙先生 我可是为你着想 你想想 在这山谷多待半天 就多半天危险 始皇大夫 你别担心 你这五千精兵如此不防 旁娟就是再有五倍的军队 也进不了山谷 那是 孙先生 小心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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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我说呀 为了你的腿 你就应该早一点把冰法写好 离开这里 那当然了 怎么样 要不要给你找个人 女人 照顾你呀 是 世皇大夫 我写兵法最需要的是经 好 那么需要的时候 说一声 好 告辞了 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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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我不放心你 有什么不放心的 不是都说好了吗 庞泉大军一到 世皇大夫就带我下山 你们在山下等我 世皇大夫万一出了差错呢 不会的 我都安排好了 万无一事 庞泉诡计多端 万一他从你想不到的地方进入山谷 那怎么办呢 我看过地形了 不会有这个万一的 你快下山吧 山下那些人都等着你的 群伦无首 万一出什么差错 我们就满盘结束了 那些兄弟都是自己人 没有我的命令 他们绝对不会轻久望东的 让我留下吧 你的腿不好 又要翻山越谷 我可以照顾你 让我留下吧 如果世皇大夫看见你 他要起疑心的 我在外面悄悄地守着你 他不会发现的 好 我可以帮你 我以后面的 来 我来吧 别别别 我来 你别动 这样是比舒服点 就这样 时间长一些才能有效果 彭娟那人来了 我出去一下 小心点 元帅 我们找孙斌了 他说楚国军队的确有四五千人隐蔽在山谷四周 这是他给我们画的图 你们按图上所画查看过没有 看了与孙斌画得一样 好 等庞聪带后续军队一到 我们立即动手 你带领一部分人马赶到这里 孙斌尘 庞聪的军队来了 你派出这奸细都干什么去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传回来 这奸细一个也没回来 我说不来吧 你非要来 现在庞聪的军队来了 你说该怎么办吗 孙先生 你放心 我就是拼上了这五千军队 你要把你救回国路 别说别说 把这奸组 袁帅 储君不防有变 偷袭没有得手 袁帅 准是孙斌子搞鬼 我们已经包围了山谷 他就是搞鬼 也逃不出我的手心 击鼓 强行进入山谷 是 小狗 大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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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 看看后面有人追了没 快 来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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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 快 跟上 孙先生 我们不会再有危险了 庞娟绝对想不到 到没有路的地方走 走吧 站住 上 你们是何人 我们是庞元帅的人 上 走 将军饶命 小人 情愿叫出孙殡 将军饶命 军姑娘 怎么处着咋 留她一条姓名 让她回去禀告褚王 就是庞元帅 谢谢 你原来是 你原来是 我 有 帅 你真是个废物 五千军队保护不了一个孙斌 你的那些奸细呢 为什么不早些回来报告消息 庞娟封锁了边境 奸细一个也回不来 庞娟 寡人绝不会罢休 大王 我去游说齐国 和赵国 共同讨伐魏国 不 你立刻去魏国 向庞娟要人 可是庞娟不会给的 这叫先礼后兵 他若不给 寡人就讨伐魏国 《满天过海》是三十六级中的第一级 其级名虽出自唐朝 但此级内容在春秋战国时期 便多被运用 此级中的天 实指皇帝 过海 是指难以逾越的障碍 满天过海的关键 是将隐蔽的计谋 深藏于张扬暴露的行为之中 孙斌用此级瞒过楚王 又瞒过旁娟 逃离险境 与之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 偷梁换柱